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他们在新疆生活得非常愉快 可以自由顺畅地呼吸 唱歌跳舞 那么跟美国的弗洛伊德那样的非裔美国籍人 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真心地希望美国的那些政客 能够真正关心他自己国内存在的严重的种族的问题 能够下点力气去保护好他们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